台北地震署來為您關注 最新的金華城案的最新進展 其實在今天早上呢 檢方是再度的來進行提訓 那對象呢 包含的是前台北市長 前台北市副市長彭震生 以及柯文哲的大帳房李文宗 那彭震生的部分呢 其實在昨天就已經被提訓過了 那隔了一天 檢方再次的來找他來問話 那其實呢 其實我們算一算 彭震生從列為被告到現在呢 一共是被約談了 也就是提訓了八次 那次數呢 其實也是被告中最多的 所以說現在彭震生呢 在外界看來 不管是在法界還是在政界 看起來他都是最有可能 來轉為污點證人的對象 那另外呢 李文宗的部分 其實也不難理解 因為李文宗呢 其實就身為柯文哲的大帳房 而且又是 眾望基金會的前董事長 那眾望基金會呢 現在也被外界認為 是柯文哲把政治獻金 洗進去的其中一個地方之一 所以說現在要離行金流的話 李文宗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所以說今天呢 檢方也是再度的 來提訓他們兩位 來離行有關金流 以及金華城容積率的相關問題 那麼其實呢 在今天下午 檢方似乎是沒有任何的動作 包含被告 以及證人的部分呢 目前聽說都沒有任何的動作 那現在呢 其實我們也可以來關注一下的是 朱雅虎的部分 因為朱雅虎呢 在全案中也是扮演一個 類似白手套的角色 不過呢 他在上一次提出抗告之後 成功之後呢 案件發還給了這個台北帝院 不過最後還是 是再度的來遭到羈押禁件 只是他律師呢 也沒有放棄 第二度的來提出了抗告 那現在呢 案件已經到了高院這邊 那預計今天下午呢 最快就會有結果 只是說這次 朱雅虎有可能可以成功交保嗎 因為成功交保的關鍵呢 恐怕就得是朱雅虎 要來全盤拖出所有的市政 而且也沒有勾串以及串貢之餘的話 才有可能被裁定交保 那至於朱雅虎先前 在被提訓的過程中 有沒有把事情全盤的拖出 我們從這一次 他有沒有可能獲得交保 就可以略值一二 那再來的話 其實是昨天呢 其實檢方也有來提訓柯文哲 那昨天可以看到呢 柯文哲其實是拿下眼鏡了 那拿下眼鏡的部分的話 其實讓外界呢 就有非常多的猜想 會不會這是一種暗號呢 因為現在呢 橘子也還在日本 所以說現在整起案件呢 恐怕柯文哲都會面臨 炎壓的命運 那接下來 整起案件走勢會是如何 檢方又會如何 來偵辦這起案件 我們都會在 持續在台北地検署 來為您掌握最新消息 誰要先敬唷 張愛蓋童內